开了快30年的太平洋百货币店,但那些诡异故事一直在流传,每到准点,商场就会听到儿童的哭声。 传说,太平洋准时播放宝贝对不起这首歌后,哭声消失了。 虽是传说,也并非吹牛,这里曾经收容过大批孤儿,直到1950年代才消失。 这里的孤儿并不是狄庚斯笔下的雾都孤儿,他们是率先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徐光启家祖墓和徐家会天文台周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里是虎门硝烟的林泽徐疏通河流后留下的淤泥坡。 传教师们历经图治,淤泥坡让上海从乡野变成文化种地,率先感受文明,它的名字有点土,叫土山湾,消失在地图,而作为曾经验世界的工作坊。 它是凄苦的孤儿门的容身所,土山湾孤儿院,你一定要来。 眼前的中国牌漏,高5.8米,宽5.2米,原建造于1913年,正是由当年孤儿院的德国建筑师葛成亮带领土山湾书十位孤儿历史近一年雕刻而成,全部为黄木雕刻。 站在牌漏前面,到处都是精美的雕刻,雕刻手法上既有浅浮雕,也有深浮雕,既有原雕,也有透雕。 牌漏整体颜色呈现出深浅两种不同的色调,其中深色调的构建主要是四根雕龙立柱和屋顶的部分构建,颜色是那种暗沉的普尔茶砖的颜色。 而基座、花板、门楣等雕件则呈现出明快的浅土黄色。 图案造型则有形态各异、憨态可居的狮子、盘龙、人物故事和各种花草银文。 既惊叹牌漏原建的精美,也赞赏当年工艺之高和现在的修复技术。 牌漏曾参加1915年、1933年、1939年三届式博会,1915年底被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 领久岩从欧洲辗转回到上海,并进行了艰难的修复工作, 才能使当年十几名孤儿用灵巧的双手在幼墓上雕刻的这座矿石巨作, 重新回到世人的眼中成为镇馆之宝。 土山湾固尔们曾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历史,并涉猎各个艺术领域, 比如1864年他们曾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西洋音乐乐队。 不过可能由于过于超前,清朝的人们并不完全接受, 演奏机会很少,也就淡出视野了。 来到了跨世纪的1900年,上海那时已经可以完美消化西方的科学家技术、神学思想, 当然还包括艺术音乐,万事俱备,只缺,钱, 不过当时土生在上海虹口的葡萄牙人叶兆昌, 利用自己掌握中西两方人脉的本领,通过募捐,集资等方式, 搞齐了所有乐器,至此,土山湾管弦乐队正式成立, 并编制了《方言西乐问答》,由土山湾慈母堂印刷出版, 这是近代上海最早介绍西方音乐的教材, 呈现了20世纪初部分上海方言的发音和文字技术。 20世纪初的上海,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势均力敌, 到了这里,你会发现,除了英法两国、德国、葡萄牙传教师们都陆续来到上海, 而上海人对西方文化接受度极高, 所以土山湾乐队受邀表演应届不暇。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法国第一代飞行员环龙, 他在上海的首飞也是绝唱的现场, 就有当时土山湾管弦乐队的live show。 叶兆昌虽然看不出,但是他是如假包换的葡萄牙人, 他不仅精通音乐,还是建筑师。 徐家会的教堂、学校都有他的手笔, 土山湾,名字虽然带一个土字, 但是他从成立,到最后走向世界,洋溢着最洋的气质。 就如土山湾的注音Tru Savvy,也是至今那段历史。 说到土山湾文化的历史, 大家可以翻看上期节目,徐家会气象站。 开步后的传教士们选择了徐光起家族土地, 开始分批建设起教堂、书院、气象站, 还有慈善机构,太平天国起义,生灵涂炭, 孤儿们无家可归, 徐家会天主教堂和圣母堂的神父修女们开始收留孤儿, 承担起照顾孤儿的责任。 从1864年到1934年这70年间, 土山湾共收养孤儿约2500人, 其建筑日益扩大。 传教士在创设孤儿院的同时, 创办了土山湾工艺厂。 顾儿们在风琴作、图画间、印书馆、照相簿、 中西协作、五金布里学习木工、制写、成衣、雕刻、 镀金、绘画、印刷、木板等。 而正是当初为了让顾儿们未来能有一季傍身, 并且同时解决顾儿院运营资金的问题的无星之举, 掀开了中国文化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中国近代不少新工艺、新技术揭发源于土山湾。 随着文化事业的扩展,到二十世纪初叶, 逐渐形成了以土山湾为中心, 方圆1.5平方公里的天主教社区, 成为近代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的西方文化传播员。 土山湾培养出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很多名人, 有的成了中国水彩画之父, 有的成为著名的月份牌画家, 有的成为中国近代西方绘画艺术的传播者 和美术教育的开拓者, 对西化东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土山湾这个名字虽然在五十年代当然无存, 但是上海还是在半个世纪后还给它一个公道。 曾经这片西学东建蔚然成丰的土地, 布满了各种基督教、天主教原寺的建筑物, 如今还留存的虽屈指可数, 但文明之火依然生生不息。 土山湾名人强,不难看出, 创立初期是外国传教师为主, 后来逐渐有开化的中国人加入到传播福音的列队。 这张传承谱戏是土山湾的发展之路, 也是精神所在, 讨理不言, 下自成期。 土山湾画馆, 中国最早的职业美术学校。 徐悲鸿这样评价, 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 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土山湾画馆主要是培养能绘制宣扬天主教教义的宗教化人才, 除了技法训练外, 必须学习宗教的故事, 教规、礼仪、规范, 初始的任务就是魔化圣像。 这种师承模式最后由当年孤儿院学徒周湘改变, 作为艺术教育先驱, 1919年他与丰子凯等发起组织中华美与会, 并培养了刘海素、徐悲鸿、陈鲍一等著名画家。 张冲仁, 这位曾经差点为蒋介石塑像的大师, 竟然还是丁丁历险记蓝莲花系列的的中国人物原型。 1931年, 张冲仁来到了比利时, 遇见了丁丁之父乔治雷米。 丁丁来到中国的灵感正是来自张冲仁, 而画中的中国张人物形象是唯一的真人。 土山湾木工部, 摊比当时欧洲最顶尖的工艺所。 木工部的作品八次参加试博会并四次获奖。 很可惜的是, 土山湾留下的作品非常之少, 无法去研究他们当初是怎样学习才能达到这个世界级的水平。 从照片上, 我们或许能隐约感受到, 当时这些作品走向世界后, 世人看到这些作品出自幼童之手, 何等的惊讶之情。 现在, 世界上还仅存的Made in土山湾的木雕作品, 基本都在波士顿的博物馆, 而我们能在上海看到的是复刻品。 除了我们进门看到的牌楼, 宝塔也是土山湾木刻的icon作品。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木工部主任葛成亮, 就是指导牌楼作品的德国修饰, 酷爱中国建筑。 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德国人的梦想, 就是仿真雕刻一百座古塔, 配上忠实牌楼。 这个梦想现在在布鲁塞尔, 工程于1906年顺利竣工, 一座美轮美奂的中国工呈现在大家面前。 高18米, 长30米, 造价达到4万5千银元。 当时参加制作的工人和成年孤儿300多人, 耗13年多。 如今, 他稳稳地站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来啃宫外。 土山湾印书馆引领百年行业风向标。 早在1869年, 土山湾印书馆就至少已拥有70种作品的木板。 1876年拥有实印设备以后, 印刷出版的数量突飞猛进。 期末名初, 印书馆在引进欧洲实印、 科罗版和照相同心版印刷等新技术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20世纪初, 印书馆采用机械排板和外文筑排机等, 每年出版中西文书刊《达百余种》, 是天主教在中国创办时间最早, 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 也是上海乃至全国近代印刷技术引领者。 我们都有过被教堂里那些绚丽的玻璃窗所吸引的经历吧。 土山湾彩绘玻璃技术来自发源地法国, 无论技术上还是艺术性, 都是首屈一指。 土山湾的玻璃彩绘曾远销海内外, 订单接到手软。 可惜的是, 由于土山湾所出产的彩绘玻璃题材上多以宗教内容为主,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多被毁坏殆尽, 现存的也只是一些动植物图案题材, 而且这门技艺也失传了。 高约2.13米, 宽1.52米, 近身0.41米, 整个橱柜除去7块彩绘玻璃外, 全都布满雕刻。 这是件历经沧桑的彩绘玻璃木雕橱柜, 一百多年来, 它在世界兜兜转转, 如今回到了它出生的地方。 正面是左, 中, 有三扇镶嵌彩绘玻璃的橱门, 中间橱门的彩绘玻璃上, 镶嵌的是一条东方巨龙, 而两侧橱门彩绘玻璃上描绘的都是中国传统历史故事。 这座全部用红色柳暗木雕橙的木柜, 和我们前面看到的牌楼、宝塔, 一起参展了1915年的巴拿马士博会。 当时所有展品重达150吨, 然后, 这些展品被一些美国博物馆收藏, 下落不明。 2013年, 收藏这座橱柜的美国教授, 主动写信给了博物馆人员, 他发现家里这座橱柜上的2CV签名, 这正是土山湾的作品, 他认为这座橱柜该回家了。 就这样, 在中美不断的email沟通中, 最后敲定回归故里。 在长达多年的战乱中, 土山湾孤儿院收容了几万名孤儿, 孤儿院的工作非常伟大, 一方面就死扶伤, 另一方面又传播了文化知识。 这幅画描绘的是孤儿佑安, 误闯孤儿院大门的景象。 从此, 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 他走向了成为米开朗基罗的道路。 如果说徐光启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那么土山湾就则为一批中国人打开了世界之窗。 走出室内空间, 我来到了这条长廊, 这是土山湾工艺坊和孤儿院留下的唯一一栋建筑了。 这里的一层楼作为博物馆, 而楼上区域则是著名教育家马向博晚年的居所。 作为徐会工学和震诞大学的创始人, 马老最后选择土山湾孤儿院作为终点站, 寓意和其之身。 当年土山湾及其周边的教会和基督精神, 赋予了上海可怜的孤儿们重生的希望, 给上海人播种了科学之光。 神父们肉身灰飞烟灭, 但是上海的精妙就在于, 我们不想当回默默地传承。